剛上市的荔枝果皮就像紅玫瑰般豔粒 從中間縫隙這麼一撥就開了 不沾手十分的方便 這就是台農三號荔枝 由於成熟時帶有帶玫瑰的香氣 因此被命名為玫瑰紅荔枝 中間有一個縫線 從這個縫線一撥開 撥開裡面的果肉就這樣 頭一天上市業者開出一斤一百元的價格搶供市場 同時上市競爭的還有高雄大樹的玉盒包 然後荔枝的話就是五斤的話 這樣子一千億 一顆顆經過清洗篩選包裝的玉盒包 A級大顆荔枝五台金一千一百元 小顆的八百元 等於一斤分別是兩百二到一百六十元 至於帶支的玉盒包 價格在每台金一百五到兩百元之間 依購買數量有所不同 買越多單價越便宜 雖然是產量增加 但是缺工比較嚴重 工資的部分也增加 肥料 織材跟農藥也相對的提高 玉盒包價格與去年收成不好時差不多 好消息是缺水讓它的果粒變小了 但是甜度卻變高了 往年甜度都16 那麼今年玉盒包的甜度最多 有測到21.8的 所以非常甜 那麼雨水減少它的果肉比較Q彈 由於目前市面上的荔枝價格落差不小 消費者想買的划算 貨比三家不吃虧 發達新聞綜合報導